欸 好,我是志工四甲的洪杰仁 然後我今天就是要 就是介紹一下他 微軟現在最近很夯的 出的那個TGEN遊戲機 然後他是在那個 XBOX 360上面做的平台 然後呢 我先稍微講一下我的動機 就是我一開始 我本來在打算在做這個的時候 我就在考慮說我要做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因為我就想說 一般現在我們那個遊戲都是 就是我們都只是動 那個 使用者介面的東西 就是比如說滑鼠啊 鍵盤 或是電子遊樂器的話 就是他手把啊什麼的 就是只是用外面的東西 然後來控制 機器裡面的東西 然後就是感覺 比較實版 雖然會好玩 但是會比較實版 然後體感遊戲 他就是 強調說我們可以互動 然後感覺你 真理其境 就是 嗯 已經接近虛擬實境的東西 但是 還沒有做到那樣 但是已經 慢慢的在加強這個部分 好然後 我稍微講一下就是 嗯 微軟他有兩個 主公司 他是 對他來講 是一個非常強的強敵 就是 一個是任天堂 一個是SONY 然後任天堂在一開始的時候 是跟SONY合作 所以 然後 因為 因為一些理念的不合 然後後來他們分 分開 然後任天堂就決定說 自己要做一個東西 來讓遊戲 就是電視遊樂器的這種 集團 進行革命 所以他在06年的時候 他就自己發展了 Wii這個動感的 遊戲機 然後 沒想到 沒想到在那個時候 就是 進行 就是 轟動 轟動到 轟動到 所有的那個遊戲界的東西 然後 在 這三年來 他在底桿遊戲上面 就是 一直是成把的 然後 到今年開始 SONY跟 微軟都 推出了 一個是PS Move 一個是SONY 那個微軟的 Connect 然後兩個東西 就開始 把Wii開始取代掉 因為他有一些技術 是Wii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跟進的 然後 他的東西 玩起來的東西 會比Wii的感覺還要好 好 然後我就現在就開始講 Connect他的運作原理 就是他 看那個照片 就是他是 總共 他上面會有三個那個鏡頭 然後中間那個鏡頭 他會 先截取 RGB的那個 檔案 就是他會把你的 人的那個 印象 全部照進去 像照相功能一樣 然後他那個是為了要 辨識玩家的身分 然後 旁邊的兩個鏡頭 是拿來做3D深度的感應器 就是他利用紅外線 然後 在你身上進行掃描 然後定位 然後把資料傳進去以後 然後 然後 用晶片的那個解碼 來 來定位你現在的那個動作 然後他下面有一排 那個 那個 陣列式的那個 麥克風 他是會 裡面好像有大概有四個 麥克風在裡面 然後他會 比對你的聲音 然後 把那個 一些 雜音 去除掉 然後他 底座會有一個馬達 就是他是 調整他的角度 如果你的那個 那個 他那個 視野沒有辦法 照到你的 玩家的時候 他會 藉由那個來調整 他的那個角度 然後來 抓 把你抓到範圍裡面來 然後 然後 我稍微講一下說 他是怎麼樣 取得3D引擎的 一開始的時候 他在09年的時候 我也有在09年 併購了一個公司 然後那個公司 他是用 TFO的 技術 就是 上面有寫 Tie of Blind 他的意思就是 他是用脈衝光 打在一個人 打在物體上面 然後 塑造的物體 他會把 那個 光 再反射回來 然後利用時間差的方式 就有點像是 SUNNA的那種方式 利用時間差 然後去計算一下 你的那個位置 他會在哪裡 然後 可是 因為他那個時候 微軟做這個 這種動作 所以大家都一直 誤解說 他一定是用這樣的方式 用這樣的技術 去用在可耐的身上 可是後面 後面證實 他並不是這樣說 他是用另外一個技術 就是Light Coding 他是用 紅外線掃瞄 然後 在你身上 發射 紅外線以後 他會反射回去 會產生散斑 然後 利用這個方式 再解讀你的那個 3D 3度的 測量空間 然後來 量出你 大概的那個位置 是在哪裡 然後 後面也有證實說 就是 微軟為了 為什麼要併購那個公司 是因為 TOF的那個技術 是一開始 開始 有這種 體感偵測的技術 所以他為了 讓他自己的那個 Connect發展 不會有太多的 局限 所以他先把他的 公司併購 因為他有先申請專利 然後他如果把他併購以後 他等於把專利買下來 那他以後再發展的時候 就不會有任何的 局限 然後呢 剛剛那些他都只是 就是用別人的技術 然後 偵測完 然後偵測完要進行辨識 辨識這個工作 就是他自己做的 他利用 骨架追蹤系統 就是他會 讓那個電腦裡面 他在Connect裡面 他會做 把你的人體 發生為20個骨架 然後包括手啊 腳 膝蓋那些的關節 他會把它達至像圖片這樣子 然後 利用這樣的方式去 大概模擬說 你的動作大概是什麼 然後 他裡面還有特別的 機械學習技術 就是 他會裡面記錄說 你現在 可能比較常用哪些動作 還有 你比較常使用的哪些方式去活動 然後用這樣的方式去大概模擬出 你現在所做的動作 應該是什麼樣的動作 然後呢 接下來 就是 因為 你大概知道這些技術以後 你就會開始想要去試看看 然後但是 有些人就會 就像我那時候去資訊展的時候 我就去輕聲去體驗說 它 跟 PS MOVE兩個的差別在哪裡 就是玩的感覺是什麼 然後 在裡面你就會發現說 PS MOVE 因為它是利用 它跟 Wii有點點類似 它就是利用裡面的3D 測量器 測量器 去測量你的活動 然後還有上面的光球 配合它的有一個鏡頭 黃外線鏡頭 然後 去把你的動作 模擬在電腦 螢幕裡面 遊戲裡面 所以 它也是需要 它也是需要那個搖桿 手把那些 但是 只是 它跟Wii比較不一樣 就是 Wii它需要黏在一起 它不需要黏在一起 它是用無限的 而且它的精準度比較準 然後 可是那人 它是 因為利用 定位的 所以它根本不需要任何的遙控器 然後它只要 你用手定位 然後 一開始 讓它 先一開始在玩的時候 你先讓它定位說 你的手的位置 然後你的人大概股價的位置在哪裡 然後 就可以開始玩了 那它裡面的 顏值 有些人覺得說 它的精準度是比較低的 因為它覺得它 在反應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慢 嗯 後來我去找了這個資料以後 我發現其實 它的那個 顏值更新頻率其實很快 那 如果我們自己在玩的時候 如果有覺得有點顏值 可能是 我們自己在玩 玩家在玩的時候 可能反應會稍微 有點慢的時候 然後 它可能裡面就會 有一點顏值 然後 嗯 經過 他們專家有 真的去判定說 精準度是 那個 Connect 會稍微 輸 一點點 但是 在玩的過程中 我是覺得 Connect它的 遊玩性比較高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 未來的發展 現在就是 遊戲已經到這種 就是已經非常接近 虛擬時間的地步 然後所以 可能後面開始就會 像比如說 加入腦波偵測啊 就是它如果 你再加上腦波它的偵測 然後 知道你可能現在 讓電腦知道說 你現在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再配合 配合現在的這種技術 它可能就可以 它可以更接近 虛擬實境一點 讓你自己感覺 真的在裡面 控制裡面的 角色 然後 上面這個東西呢 就是 現在有人 有 準備用這樣的技術 去教育 就是 更進一步發展 就是 比如說 因為現在比如說 那個iPhone啊 那些 速控的東西很多 然後 因為如果配合這樣子 追焦 跟Line Coding的技術的話 我們可以進行 遠端速控 但是你可能在 人在這邊 然後你可以 觸控大概 一定距離的 螢幕上面的東西 然後 你完全不用碰它 但是你用定位的方式 你可以去 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好 我們報告大家 就這樣